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备受各界关注的深圳警察王登潮维权一案 2月7号在深圳市中级法院二审开庭 因法庭压制王登潮和辩护律师的发言 导致庭上的辩论无法正常进行 王登潮的辩护律师李金兴和李静玲 在庭审结束前愤然离场抗议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李金兴表示 法庭很明显只是要完成程序 而不是查证事实 他们当庭告诉王登潮 这样的法庭他们没有办法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 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律师要求解除辩护授权 李金兴说 按照规定被告在没有律师的代表下 法官应该立即休庭 等被告另请律师后才可以再开庭 但是这个法官竟然无视法规 继续进行庭审 当天法庭外有数百名警察和便衣执勤 许多从外地赶来声援王登潮的维权人士 被阻挡在法庭外 王登潮的亲属也只有八人获准旁听 王登潮是原深圳市公安局罗胡分局的三级警察 去年三月八号 他因筹备大型民主集会被抓 十一月深圳法院以妨碍公务罪和贪污罪判处王登潮14年监禁 王登潮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美联社2月6号报道 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于2月3号举办活动 颁奖给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期间的 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尤里安·弗拉德 理由是他为中罗两国的友好做出贡献 报道引述政治评论人士斯泰利安·谭纳西的观点 认为中共的这一受奖是奖励过去的幽灵 也表明中共当局鼓励镇压意见人士拒绝欢迎民主 中共奖励前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头目的消息 也引起中罗两国网友的议论 很多罗马尼亚网友对弗拉德过去的罪行表示不能原谅 认为中共的受奖并未考虑弗拉德的劣迹 中国网友也认为 中共的颁奖无异于给罗马尼亚民众一种羞辱 弗拉德1987年至1989年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 罗马尼亚的情报部门的现任估计有76万 当时的文件至今还没有公开 今天的罗马尼亚人对共产党独裁时代的秘密警察 仍然心有余悸 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后 弗拉德因为参与镇压反共暴政而被判刑25年 入狱4年后获释 好各位观众 稍后请收看时事禁闻